势头强劲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 在歧视穆斯林和英国脱欧课题上 一再挑战英国盟友的底线 还未入逐白宫就与英国杠上 外界担心特朗普如果真的成了美国总统 英美唇齿相依的关系或将不保 这位曾经放话不太可能和英国首相卡梅伦 维持良好关系的大嘴巴 现在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声称能够和卡梅伦有良好互动 立场反反复复叫人物理看花 特朗普去年底发表议席禁止穆斯林入境 美国言论招来卡梅伦说他愚蠢的批评 受到冒犯的这一名房地产大亨 于是频频与卡梅伦隔空校正 外界担忧特朗普若当选 可能危及英美盟友关系 气焰领人的特朗普星期二 接受路透社专访时改口表示 尽管卡梅伦拥有许多缺点 不过他坚信能够和卡梅伦保持友好来往 除了表达愿意与仇人做好朋友之外 特朗普也表示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透过他的交际手腕阻止平壤发展核武 特朗普也对巴黎气候峰会达成的减排协议感到不满 认为对美国不公平 希望可以重新谈判